主持人還有在床的包括人與談人 還有各位在座的先進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很不容易 我們已經開始到中斷以後了 我分享一下個人最近的一些心得感想 前兩天反核運動回到立法院去靜坐 然後碰到一些老朋友寒暄 想說上次因為反核式的議題 在監察院靜坐決時 居然也是15年前 然後剛剛又聽到那個唐樹 唐部長在講話 我記得我們當時為了這個爭取雙周八十公尺 在立法院前面睡覺的時候 我都不說那是自己做 因為我們就睡了一晚還睡了兩晚 我們就睡84小時還42小時 然後那個唐大哥有過來 還捐了不少錢給我們 那我們那幾天便當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時候他的那個聲紋還非常的細 想不到這個歲月波勞人 那個現在也變得非常的成熟 我在想說我身旁的微粒在二十年後 他的身紋不曉會長什麼樣子 不好意思他剛剛在報告的時候 我大半時間都在想這個問題喔 那上個月也拿了我人生第一張慢性病廚房 就是高血壓 然後那個醫生問我說 你那麼年紀輕輕 你怎麼就高血壓 我說如果你做我的工作 看到這些工會喔 或以前要換到這些非常史尿的故事喔 你不高血壓才怪喔 那當然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這些個案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我是覺得說今天我們這樣 我們的議題是如何正式這個職棒 透過這個司法訴訟來打壓這個工會喔 那其實這個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啦 只是說最近我們工會碰到這樣的一個訴訟多了一點 我剛剛聽唐大哥在報告 比起被案長喔 被告還是幸福一點啦 所以我在這邊安慰大家喔 被告沒有關係喔 要堅強喔 特別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喔 那這個部分如果真的被告 那這個陪謀罪喔 也不過就是兩年以下 目前實務上還沒有判超過六個月 醫科八斤十八萬 真的沒有錢來找我喔 我幫大家愁喔 所以千萬千萬要堅強 特別是在做工會運動喔 好 那再來呢就是 我看到我的名字 後面寫一個勞工律師喔 對不起 應該是叫營利律師啦 不是什麼勞工律師啦 對對對 那律師的工作就是 用自己的生命在賺錢嘛 對不對 那之前有人說要投資我的事務所 我說對不起 我們律師行業成本非常低 你們沒有什麼成本吧 我說很簡單 你就是住個地方請個秘書 然後你的成本就是自己的秘書 之前呢 我們西京客運工會有一個會員 打電話給我 他說律師怎麼辦 我後天要也只變了 當我的律師死掉了 他過勞暴病 對 那我就想說 對啊 因為律師的命也不是很值錢喔 所以我們真的是低成本的行業 再來呢 我呼應一下剛剛黃大哥的講法 就是說 這個鬥爭會一直進行 進行到權力關係的反轉喔 其實 今天這個場合好像感覺法律人 好像只有我而已啦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其實是半個法律人啊 我不管是研究所或者是 後來在念博士班 其實我念的都不是法律 後來是因為真的自己家裡喔 有生計啊 這個尚有父母 然後還有這個 又太早去老婆 小孩又很順利生出來 我在這個學運界 就不像唯一那麼不正常 我就是非常非常正常喔 就是該結婚的時候結婚 該生小孩的時候生小孩 我不是說只有唯利一個人不正常嗎 我們這個團體喔 學運團體出身的喔 我是唯一正常的不正常的人 大家聽得懂喔 我太正常了喔 所以太正常才會去考慮是喔 好 但是呢 我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講一講 非法語的東西啊 我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我跟大家講馬克思 這個法律也好 意識形態也好 或者是國家機械這個統治 這個統治權 其實它反映的就是我們所 所謂怎麼樣 你想像有一個房子啊 你的基礎長什麼樣子喔 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 所以意識形態 國家 法律基金 這個都是上層建築 我們今天打法律 打法律在為什麼那麼困難 其實我們挑戰的其實是什麼 我們挑戰就是那個 法官腦袋裡面的東西啊 為什麼今天法律 讓大家覺得那麼的困難 因為我們的生死啊 不只是我們還有資方啊 所有的爭議這個生死都 取決於一個人 他對這件事情的 不是事實判斷 法律判斷 而是價值判斷 而這樣的一個價值其實是什麼 是反映了我們社會的經濟生產關係 不過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就是資方說得算 什麼東西都是以盈利為基礎 所以我剛剛說我是盈利律師 我會跟這個社會貼近一點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在講這個法律的這個鬥爭 我等一下會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法律鬥爭會跟哪些面向 那法律鬥爭千萬不要把它獨立出來 剛剛文藝講到就是說 有些東西是政治解決 當然啦 有些東西絕對不要以為說法律是 就是實現最後公平正義的一個手段 或者是回復這個公平正義的一個領域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往往都不是 往往都不是 我們挑排一些非勞工的案子 我最近深刻體會到 樹沒有屁必死無疑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就是很多非勞工的案子 你可以看到就是 當時如果心臟夠堅強 臉皮夠厚 其實走 這法律就像走廚房 那我們也很喜歡服務這樣的人 因為錢給了拿薩利 那 所以我再拉回來 我再拉回來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現在這些法律鬥爭 剛剛文藝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面向 就是說 集體行動 它如果是基於一個集體利益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很容易看 在短時間內集結到資源跟力量 但是呢 我們今天部族打壓公會 它充分運用集體跟個體的矛盾 比如說 新北市政府環管局公會 我們理事長 前理事長 然後呂理事長 他現在是監事會的招集人 資方就對他一個人 然後他的這個手段 其實大家很難想像 就是說 他的做法剛剛這個 我們現在的理事長 江理事長有 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 其實這是一個會務家的爭議 這個會務家資方也給了 然後呢 透過我們君明姐 然後到這個陳生賢 也就是現在新北市的這個 主秘 到他的辦公室 然後去做兩次的協調 後來協調出來的一個結果就是 往一次性會務家的方向賣進 但是可以試辦 但是呢 這個試辦呢 就是以三個月為期 然後三個月期 三個月這個期滿以後的 寫這個監討報告 結果三個月過去了 資方沒有寫監討報告 再給你演三個月 再給你演三個月 結果三個月過去又沒有 所以 然後接下來呢 資方給的這個會務家 就是三個月啦 兩個月 如果配合年底快到 就給你兩個月 結果再給你三個月 後來呢 換了局長以後 他就覺得說 我很難想像 有人是可以理薪水 然後不上班 這句話我們好市長也講過 那 所以後來他說不行 我現在三個月 但是我改一個月檢討一次 所以他發生的狀況就是在 這個 最後一次三個月 然後他把三個月分三期 然後第一期過了 第二期過了 然後第三期呢 理事長那邊 公開來是照行發函 說我要請回顧家 然後他就說 那你就按照我上個月那個函辦 結果他就想說 上個月你不是就給我一個月嗎 所以我這個月 從這個信賴關係來看 而且從他的文藝來看 我們也還真的看不出來 他不讓我們請假 結果他就繼續在這個公會工作 所以黃茂佑是什麼 所以黃茂佑是 這是資方設下來的一個陷阱 因為他含糊不清啊 然後他還沒有整假 然後你呢 你就不上班 結果呢 所以黃茂佑是 他的問題是在於 這個去年的六月份 六月份資方說 我沒有跟你講 你六月份沒有來做 然後呢 等他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曠子12天還是13天之後 你知道資方是怎麼樣去發解雇禮給他的嗎 第一個 沒有催告他來上班 因為見地的心情 太好了 這次總算讓我登留啊 然後呢 拍三個人 一個人拿紋 一個人拿攝影機 闖進他們家 然後 就是當場攝影 這個石敬秀 然後把這個解雇文呢 遞到他手上 然後拍這個 綠儀市長的表情 拍他太太近空的表情 拍他們家的裝潢 結果 就醜人了 天啊 這是 很難想像 這是在台灣發生的事情 好 最荒謬的是 這樣的一個動作 接下來呢 我們在review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們看到整個六月份 資方請這個環保局公會理事長 就是呂理事長 他一方面說他曠職 他一方面又發了三個 那個開會的通知給他 有一些協調會啦 有退休金準備委員會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覺得很矛盾嗎 你不是都說他曠職嗎 你為什麼又以他是理事長的身分 通知他道局開會呢 所以這個案子其實 我要講的是說 雖然我們裁定贏了啦 這個案子其實在裁定的過程中 我是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不會輸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不需要念法律的人 才能了解 這個一般人都能了解 就是呂理事長被環保局表了嘛 對不對 而且表得很難看 所以呢 後來這個裁決委員會這邊 他也就是做了這個 就是說他這個解雇是不當的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喔 就是同樣的 因為裁決委員是同一批人 這一批人其實都是我的老師 我也不變說什麼 因為常常說 因為現在這個科技太發達 被錄影 錄影就不好了 以後我還要再記裁決委員會 但是 但是你聽了也會吐血啦 他的裁決 他其實是全面性的 因為不管 我想律理事長他能不能自知啊 從調解的那個委員 委員也是一個律師 到裁決委員會 因為一個勞工在進行訴訟或爭議的過程 你是要全身被八方檢視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細節 他都要檢視你的正當性跟合法性 所以我們這個問題呢 這個裁決委員會先問啊 請勞方的律師提出論證 就是這個一次性的惠物價的合法性 OK 那再來呢 請勞方論證 資方有打壓勞方打壓工會的意圖 那第三個部分呢 請勞方論證 資方這個解雇啊 他有違反勞基法這樣 講了那麼多 然後我們書狀也寫了一大堆 然後也開了兩三次會 結果裁決出來我們贏了 但是我們贏的理由只有一個 就是環保局在某年某月 發給余宇市長的函裡面 他要求余宇市長在請假之前 必須要評估到底你 余宇市長你請這個工會 你有沒有協助資方去糾正那些不良的勞工啊 然後裁決委員會說 這個顯然不是工會應該做的吧 你用這個理由不准假 你有打壓工會的意圖 所以這個案子你的解雇無效 各位啊 如果你真的在這個 你寫他又高了 對不起 你如果真的進去這個事情裡面 我要是裁決委員 我可以寫十八個理由啊 但是你只給我一個那麼簡單的理由 就因為資方發尾的時候 他不小心把那樣子放上去 而他設了這個請假的陷阱 然後他設了一個請假的陷阱 認定他這個礦子不到 他又發函給他三次 叫他去開這個其他的這個會議 還有包括之前就是在這裡面 有很多這個收發 這個發文廣返 比如說他沒有遵旗的依主祕的指示 做出這個評估報告 對不對 資方在這個過程中 有太多太多的蔬食 而起來包括就是說 到底律事長是不是構成 勞氣檔十二條的無故礦子三日以上 因為他是工會理事長 他執行工會職務 而且他的這個 還好他這個也很 怎麼講 其實開玩笑就叫細節化 因為我覺得律事長有點細節化 所以他也把他那個月的工作的 這個schedule的紀錄 也紀錄得非常的清楚 那他的確也是 就是那個月都是在執行工會的職務 所以他也構成無故 我隨便便講就是七八個理由了 結果呢 我們的裁決文只給我們這樣一個理由 所以呢 因為理由太薄弱了 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現在狀況呢就是 環保局呢 按照劉智政議處理法第四八條的規定 在這個裁決做出來 之後三十天內 他向法院提出一個撤銷訴 就是要把這個裁決撤銷掉 所以呢 我們這一場仗呢 到這裡還沒有打完 還要往後打 總結一下 就是說 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沒有看到一個很激烈的判斷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比較像是韋力剛剛講的 就是說 當一個工會喔 就是打壓裡頭很簡單 第一個是你太強 第二個是你即將強大 如果你是燃機工會 通常你是會受到照顧的啦 你不會受到打壓 新北市政府改制之後 環保局工會的這個會員人數 從局本部原先大概一到兩百人 一戲增為他的潛在會員 一戲增加到六千人 因為二十九鄉鎮市的清潔隊員 全部都這個那邊在這個環保局之下 對 所以呢 那現在他們會員有兩千多人 也就是說當一個工會即將強大 即將對雇主產生威脅的時候 也就是他打壓的黃金事件 那要打打誰 當然抓蛇 打打蛇打七吋嘛 對不對 工會就是抓工會頭啦 然後就是給予他無情的痛擊 而且我甚至於認為環保局 它想要創造出來的一個氛圍就是 你爹就是不說你 我就是不跟你講你 我要發動所有司法訴訟 我就是不跟你講你 反正什麼東西到最後 所有的官員都會說 既然已經進入司法的這個屬性 我們就聽後這個整個司法的判斷 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認為就是說 當然隨著這個運動的進行 我個人也是強烈建議 環保局公會也好 或者其他友會也好 在法律之外應該還要有其他的動作 來針對這樣的一個非常無理的打壓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可能會比較care就是說 我們一直處在於一個被動的被打劫的狀況 我們能夠怎麼反擊 我自己職業這四五年來 很多人就說 定律師他這樣告你 如果不起訴的話 我能不能告他誤告 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 法律上誤告的那個要件非常的嚴格 第一個就是他捏造事實 或者是他明知事實不是這樣他還告你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非常困難 如果只是說他沒知事沒水準 不懂法律 然後呢 比如說 你問問他的家人 他認為你對他不禮貌 結果他只是誤解 或者是說他對法律不懂 然後他就告你 那這樣子有沒有告訴你 沒有 其實沒有 所以各位 最佳的防守方式 是攻擊 最好的防守方式是攻擊 我這邊有一個發想 也就是說 其實在刑法上面 其實他有兩種 兩種就是起訴要件 一種叫公訴 一個叫告訴乃論 那告訴乃論就是 必須要有告訴人 那告訴人就是 講明白一點 叫受害人 或者是跟受害者相關的人 所以要告訴人提出告訴 才會成立這個訴訟 才能夠起訴 這個叫做告訴乃論 比如說我們一般說的 毀損罪啦 傷害罪啦 特別是妨礙名譽 我們最近做公衛動 最常碰到的就是妨礙名譽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現在都要搞個 溫良通見當就對了 講話講個三八 就被起訴 還真的被判刑 講說你像洪秀柱 哇靠 也是被判刑喔 奇怪了 以後可能講 奇怪了 可能也會被判刑 搞到我們講話 都幹嘛 大家今天是都請客吃飯 然後溫良公檢獎 如果搞公衛運動 還要溫良公檢獎 把他當作請客吃飯 那當然就不要玩了啦 所以我跟大家講 搞公衛動被盜陪棒最好 是必要的覺悟啦 我剛才已經講啦 頂多就是幾個月嘛 一顆罰金 大家來籌錢啦 就不要去擔心那麼多 那 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故事其實有很多 包括掏空公司的行為 包括背信的行為 就是說其實這些東西都可以抓到小便子 只要有明確證據 我們要成立一個專業告發人團 也是公訴罪的話 他不用告訴人 他任何一個國民 有正義感的國民 他都可以為告發的行為 所以我最近有跟一些同業 有談到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公義告發人 就是說基於公義公平正義啦 如果我們接到檢舉 或者接到 比如說各位的公司 四方有任何不法的行事 只要有一定的證據 不會告成誤告 有所本的話 那麼我們就替各位來進行 這個告發工作 大家就不需要 不是說大家躲在我們後面啦 而是說避免這樣的麻煩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部分告發工作 就攻擊的工作 就讓一群人去擔當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是我初步的方向 但是我最後還是要強調的 就是說其實我本來準備很多 但是我還是要節省一下我的時間 我到學的時候 二法一案 剛剛我們那個羅主席這邊有提到 我到學的時候 在學法律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 拿基克罷公的這個判決 我記得我唸到大三的時候 那時候基克的那個刑事的 民事賠償的案件 應該打到更衣了吧 因為這幫 當基克當時 我看那個判決書他們中央是說 他們為了避免其他替代性的老公公 進去把公車開出去 繼續職業 他們當時是放棄 把輪胎放棄讓他們開得出去 光這個東西就明行是 脂肪就一直追殺他們 打官司也打了很久 而且好像死亡大哥也因此要假疑問 我不曉得是正疑問假疑問 後來有沒有在一起 有 要給我用回來的 好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那種假疑問的 然後 好 然後假疑問弄假成真的 後來一方發現被騙的 用冠冕堂堂堂堂的理由 然後跟我假疑問 結果後來就真的不見了 這要小心點 不是講他啦 他當然不是 好 那這個案子後來其實 我印象中那個確定判決是非常滿不利的 所以呢 這個案子我還是要拉回來 就是說 今天我們所做的所有的法律鬥爭 我們要鬥的 不是客觀上面的法秩序 或者是客觀上面的法理 法律規定 客觀的公平正義是什麼東西 各位 沒有那樣的東西 從頭到尾法律都是透過人來表現的 我們今天要真的就是 法官那顆腦袋 你看那個判斷者 仲裁者 下判決的人 那顆腦袋的意識形態 他在想什麼 所以呢 我會強調說 如果現在很多 就不會弄到最後 如果都 把法律鬥爭當作是 他主要的領域 把所有的東西都交給律師 那我說這樣的公平是沒有希望 而且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所以 那要怎麼去改變呢 我覺得小的地方就是 各位培養資源之餘 你去念法遊戲考法官吧 或許他對勞工會有點同情 那大的地方是什麼 你要透過 大規模的這個 工會運動 勞工運動 還包括對政策 提出你抗證 你才能夠影響這些 法官腦袋的東西 那現在狀況有沒有好一點 我跟大家講 現在狀況比以前好很多 有很多 有很多 稍微你清點法官 他願意擰聽 所以呢 同樣一件事情 這邊會過 那邊不會過 但是就是看千雲 真的啊 你有時候碰到恐龍 你就沒有辦法 而且恐龍不是只有存在一省 二省三省也潛伏很多恐龍 因為我們整個法院 其實就是侏羅紀啊 好 但你只要承受而機 往前走的話 恐怕我們還是要付出 非常大包的代價 所以呢 三字經 有人判無罪 洪秀柱 就被判有罪 所以我常常想 看到我們洪副院長 你的層次還比這個三字經 還低一點 如果在那個法官裡面 所以 妨害免疫罪 它其實只是一個 一個面 那另外一個面 就是說我們剛才講 匯務價 匯務價其實後來 我們在這個案子的裁決 一次性匯務價不是權利 一次性匯務價不是權利 所以 各位公會理事長 如果你現在有一次性匯務價的話 就 它不是理所當然的 在法律上 如果今天資本要隨時收回的話 隨時叫你進公司 Key電腦 一天一天請 不是不行 不是不行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種法律解釋是對我們 完全不利的 在其他國家 公外運動比較發展的國家 出難想像 但是我們台灣的司法 判決就是那麼落後 另外 這個年終獎金 績效獎金 我們目前 最高法院的判例 也是認為它是恩基性給付 它不是勞動條件 對 但是我說真的 就連是勞動條件 就連原鄉公會 它1989年的團體協約 白整天是寫得那麼清楚 資本都可以撕毀了 那何況是它的所謂的勞工福利 而即行支付呢 所以最後我再用一個比較簡短的總結 就是說我們要如何面對資本 希望以司法附近 打壓公會的意圖 第一個部分就是 請各位讓自己的心臟變強 第二個部分 請各位善用身邊的法律資源 第三個部分 請各位不要依賴這些法律資源 謝謝